建築趴在水里转眼陷入火海 强烈飓风海伦在美国佛州登陆 历来最强风暴 让救援人员陷入棘手险境 这场世纪内墨西哥湾最强风暴 尽管登陆后强度从四级降到一级 佛州灾情评传 房子飘在水上犹如碰碰船 相互撞击后被大水冲走 加油站差点灭顶 妈妈抱着婴儿 获救时一脸惊慌 强劲风暴 多地泡在水里 在黎尔沙的水里 那路上看似沿河 你会看到那里 市长说那里有危险的风暴 大浪排上桥面 差点冲走车子 佛州海上有船只故障 男子抱着爱犬 宰夫宰臣 好在终于获救 海伦红扫佛州 转往乔治亚州和卡罗莱纳州 尽管以减弱为热带风暴 六州进入紧急状态 五个州发生山洪 美国东南部超过四百万户 家庭企业断电 军方也投入救援 周五全美金钱航班取消 灾难性暴雨导致死伤 预估持续攀升 在新闻也信以报道 感谢观看